这波疫情以来 那今天的本土案例是最多 那可能在这样的棺材 很多的一些传播链 看起来还会上升 本土案例有382例 境外移入有149 台北87 新北110 桃园28 台中4例 台南5例 高雄59例 居隆市41例 新竹县7例 新竹市3例 苗栗彰化各1例 云林2例 嘉义县8例 屏东县5例 宜蘭县2例 花蓮县16例 金门县2例 不过金门县 这个都是上次去金门的两位 他们的接触者 那时候就匡列 那两位是阴转阳 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 不同的传染源 基隆高雄 这都是在娱乐圈里面 这几天也看到 有几个军营 有这样的一个感染者 这个要提高警觉 北北基陶这边 在专者病房 陆续在开设中 所以现在的总床数 有4311 空床有2855 空床率是有66.2 从越南入境的阳性率 有一段时间特别的高 所以我们是要求阳性率特别高的 像越南航空 越洁航空 及越族航空 除了原来的PCR 两天PCR之外 我们要他登机前6小时的 抗原的阴性 那这要在航空公司的监督下 来进行 我们现在也要求了 所有到医院裁检 症状是轻症的人 医院裁检后 请一律回家等待报告 境外移入 一直维持在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我们现在在减化疫调上面 新入入境裁检是阳性的 我们就不再做疫调了 现在我们自己的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一个疫调 但是通报仍然是会通报